Hello,大家好,Welcome to my channel,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次我要讲上周我们去Dew Lake陆湖的旅行 它是从Nelson驱车半个小时,是几个水塘在山上面 它叫Dew Lake,其实更应该讲它是小水沟的意思 同时那个地方又路过一个1866年谋杀的现场 叫Mount Magatapu Murder 所以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旅行吧 到Babysitter,House Hartman and Shep 从Dew Lake山顶就可以看到Nelson 这是我上次做视频的一个城市 有周末市场,然后大概有五万多人口 所以从Nelson这个地方去其他的徒步旅行 或者是城市,旅游,观赏景观,或者是呼吸大自然 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城市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旅行 全程也就达四五个小时 从Dew Lake你可以感觉到植被的变化 开始的时候是绿丝匆匆匆的曼诺卡树林 最后到了山顶就开始只有矮小的灌木 你可以感觉到那种平静的湖水映射到山谷的风景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适合居家旅行 小短途旅行 接下来我想讲讲Margatapu谋杀案 1866年6月12号 四个淘基人从Deep Creek小镇到Nelson 带着320英镑 大概现在3万5千纽币和一些支票 但他们因为不能到达Nelson 这就是著名的Margatapu掩饰谋杀案 在Nelson和Blanet之间 四个人被残忍地杀害的凶手是Richard Burgess Thomas Kelly,William Levy and Joseph Sullivan 他们就是新西兰家喻户晓的黑手会